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想要在这个录像中跟大家重复 今天早上大师开示的精髓 大师讲我们的人的情绪 上上下下起起伏伏 就像我们看电影 看这个他继续讲这昨天的一行人 Mutant X-Men 然后呢就要有英雄啊 就要有波折啊 就要有这个大起大福大风大浪 这样的戏剧情绪的产生 他说我们的人生呢也是这样 我们的大脑呢 就是要通过这个上上下下的 这个情节呢 才能体会到这个一些刺激 但是呢大师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 愚蠢的刺激 叫Silly Thrills 也就是说呢 事实上人的存在状态呢 是不断的扩张 不断的提升自己的 我们的最终的 人生的意义呢 其实也无非就是成为神 意识到呢 和体验到呢 和生活的具体的 生活的存在的状态 就是Mahasadashiva 意识源 就是神 所以呢 这个不断的扩张 以及提升呢 才是我们的生活 真正应该有的状态 而不是起起伏伏 上上下下 那些呢大师说 都是一些很无聊的 很愚蠢的 一些小刺激而已 它不是真正的生命 然后呢大师也因此呢 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呢你是一个 真正纯粹的灵修路上的 寻找的真理的 这样的一个人 你是一个seeker 那么呢 当你呢 跟自己的师父 表达你的 声称你跟他的一致性的时候 也就是你的 Guru 你的最高可能 你的最高可能呢 也就是Mahasadashiva 当你呢 跟他们 表达你跟他们的 一致性的时候呢 就要把之前 所有的一切的 不圆满 不一致都放下 不是让自己活在 这个不停的 自我否定 和愧疚感当中 而是呢 看到自己之前呢 还很愚蠢的 抓住自己的不圆满 和一些行为 和思维上的一些模式 一些 无力无助无奈的 这样的情绪 把这些都放下吧 当你呢 决定自己是 真正的seeker 真正的灵修路上的人 就要跟自己的师父 Guru 和 这个师父呢 也就是 你的最高的可能性 Your highest potential Mahasadashiva 也就是意识员 本人呢 跟他 表达一致 在这个一致之后呢 你的人生 的未来呢 就要用最高的一致性 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和思维 这个就是大家 大师今天给我们的 常有力的认知 告诉我们 我们的人生 应该怎样 不要再停留在这个 圆满不圆满 强有力认知 不强有力认知 中间的这个循环 在原地呢 踏步 这个起起伏伏 上上下下的波澜 而是呢 我们要决定 我如果真的 在灵修路上走下去 我就是要不停的扩张 不停的提升 最终呢 我的目的就是要成为 Mahasadashiva 就是要成为神 就是要成为Sawamiji 有了这个清晰的认识呢 就放下之前 所有的不圆满和不一致 从今天开始呢 Declare 我就说自己 声称 声明自己的一致性 最高和Mahasadashiva 最高的一致性 我就是神 的这个一致性呢 从此以后 人生就用最高的一致性 来生活 所以呢 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 这个大师今天给我们的开示 大师呢 也给我们提供了 这个非常好的机会 能够做到跟 自己师父最高的一致性呢 就可以用Jira Jira这个软件 来记录自己的每一天 每一时刻的行为和思维 有什么思绪什么启发 什么样的行动在干嘛 然后呢 来提醒 有没有自己真正的人生的 每一秒是 巧有力的认知 是圆满的 是朝着自己的 人生的目标 就是成为神 成为他 来过自己的每一秒 每一分呢 这个Jira呢 大师也会 直接跟我们 有直接的反馈 也就是说 当你决定在Jira上 注册自己 当你决定 首先是要成为 我们Sunga的member 我们这个组织的成员 再有呢 就是在Jira上注册 这个时候呢 你就决定 把自己的灵修之路呢 走到彻底 决定把自己 交给大师了 有这样认知的朋友呢 请你们参加Jira 我是非常鼓励大家 来参加Jira的 但是呢 也希望大家 能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这是一个什么意义 它不是一场游戏 也不是一个随便的 我想参加 我写两天就放下了 这样一个东西 不是这样的 你下了决心 自己要在灵修路上走彻底 让师傅成为自己人生中的 最高的领路人 这个时候呢 你决定 我要跟师傅 最高的一致性 你就注册 我们的Sunga 成为我们的一员 然后呢 加入Jira 这样 我会把我的联系方式 留在文字栏章中 有这个认知和决心的朋友 请跟我联系 谢谢大家收看 你今天安排 嗯